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真的很不想让大家放年假 因为下个礼拜依旧封关了 但是台股依旧气势如虹 尤其是昨天晚上 美超围又大涨10%了 1月以来 美超围已经涨了快要一倍了 这个叫标股还是腰股已经分不出来了 另外昨天Meta脸书公布了财报 状况很好 所以盘后也大涨 这两件事情都带动台湾今天AI股往上冲 当然AI股今天是伪创的伪牙 之前就提醒大家 AI股这次每一家都请大咖 伪创请到了阿妹 好像这个尾牙投资数也应验了 今天AI股抢抢滚 到底下一步怎么走 毕竟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想现在看的已经不是最后一天 现在看的是您手上 如果有这些强势股能不能封关后 农历开红盘继续往上涨 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盈利投资的中国中总总 好 中总今天来会告诉大家 没错吧 AI真的又来了 但是如果以业绩来看的话 AI伺服器确实走在前面 那AIPC也许就要晚一点了 我们还是要投资上面有层次分明 上一次呢 中总来就提醒两档股票 一档广达 一档微影 因为微影是所有高价股里面 CP值是最好的哦 题材也是最猛的 所以今天中总会教你买不起微影 没关系 但是微影是AI股的先行指标 另外帮您找了他最擅长的一个东西 百元附近累债券的股票 这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至少怎么样 5%的殖利率保护 但是如果今天有价差涨起来 那就不是5%可以解决的咯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骨科大夫 荣一生Eason Eason也是就AI这个题材 来提醒大家最近广达 发了内部信告诉大家年终哦 应该都有7个月 好像是在学我们东森 东森的尾牙也不错啦 那还有就是伪创今天 尾牙也带动了这个气氛 让整体的AI股强强棍 可是呢 AI股有分哦 分成4条龙 那4条龙哦 赵华背不起来只背得出2条啦 一个就是飞龙在天 一个他说要望夫成龙耶 到底要怎么样等这条龙发威呢 Eason把位阶不同 今天好好地告诉你哦 好 第三位是我们有新出号咯 叫做外资捕手的布鲁 小朋友学投资哦 好 布鲁我上次请大家帮他取外号 真的是五花八门哦 先暂且叫他外资捕手 有人叫他酒窝王子 等一下可以欣赏一下布鲁的酒窝 他今天会带来外资最新的看法哦 还有他的风筝投资数资金现在聚集到哪里 资金聚集的地方全部都是AI股 不好意思 而且叫做强者很强 好 听到AI股 创高的你一定很害怕对不对 他会告诉你为什么外资会这么做 另外有注意到吗 挪威主权基金 买了台股将近500档股票 里面还包括标股安国 到底在想什么呢 好 首先有请我们的钟大胆 Meta的财报好 他说是因为广告的收入好 我觉得有问题 因为他上面的诈骗广告他都不管 你很气哦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气 几乎大家都被这个诈骗遭受其害 对啊 今天还有人来我们的脸书留言 说他被朱老师骗了500万 那不是朱老师那是诈骗集团 对 真的很气哦 好 脸书不能再赚这个钱了 好不好 财报再好也没有用 但是AI股今天全部被带动了 你好厉害你还是要帮我们找百元的电子股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今天AI股会上涨 当然就是有主要因素 就是在于说美国的财报 个股的部分 像包括Meta 获利翻两倍 盘后涨幅超过14个% 当然包括像这些的一些怎么获利啊 营收啊等等 这些都超过华尔街的预期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两点的部分 他发放股息0.5美元首次 配息耶 首次哦 史上首次 不过你看0.5美元跟这个现在价格 坦白讲也差 这个殖利率很低 不会有剩一无 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是这个 额外回购500亿美元库藏股 这个部分就变成会只要有所筹码的一个目的之一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另外来讲 另外一家公司 亚马逊的财报的整个财测 也优于预期 所以他盘后也涨了八个percent左右 同样的 他的成绩单也超乎市场上的预期 我觉得来讲的话 这次最比较 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推出一个全新AI技术的购物助理 Lupax 就是洞口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商品 举个例子 我想要买一个高跟鞋 或者是这个平板 平底鞋 他怎么差别 他就告诉你怎么选 我想买的东西可能上面没有 要买什么 比如说我希望得到中大胆的关注 这个商品缺货 答不出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发现美超微 今年涨了将近一倍 非常强 一个月涨了一倍 那今天台湾的AI股 当然也百花其放 包括AI的伺服器 微影技嘉广达 微创散热机壳PCB 这些等等的 每一个都是大涨的部分 当然这当中来讲的话 我们就来先看一下整个盘式的部分 这个过年到底是未来要做买或卖股票 坦白讲这个时间只剩下一天的就要封关 应该来不及了吧 就下好利售了吧 那个完全看个人的个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 非诚半导体这一波上涨到现在目前 大概是将近涨了快13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未来它是要续工到21个礼拜 还是要拉回三个礼拜到五个礼拜 就要看各位自己判断 我认为比较偏向是拉回的动作 因为如果涨到20 因为现在已经13周 在下一个废式期数就21周 如果21周的话就到23月去 看起来23月去不知道涨到哪边去 所以我比较偏向 可以不涨 但是可以在高档 做一个盘整动作 所以坦白讲 我会认为18000点这附近 需要反复测试 那以上的话我先会建议 稍微适当做一个获利解码动作 那各位发现大盘目前看起来 这个成交量 坦白讲在这个位置是有缩 有说那今天量上市是增加 但上跪量是少 那前两天上市是增 上市是缩的 上跪是真的 换句话说 那套字机就是一下上跪 一下子上市 反正如果国际盘好 那就跑来上市 如果国际盘不好 那跑来上跪 发现台湾的资金还满灵活的 OK好 你有发现这前两天国际盘不好吗 上市这边就稍微缩一缩 台股真的很强 台股真的资金好灵活 好那廉价前动作 还是要呼吁大家 第一个现金比重提高 然后买中立性的股票 另外来讲就是 我觉得未来 如果是一个稳健型的人来讲 你可以参考一个 我讲的落后的一个 普章股像百元电子股 我觉得可以做 另类的一个思考 结果后来 我们同仁就通通给你 搜了一堆一百元的 叫你见解 真的是很头痛 还蛮有气的 我发现一百块钱 然后快变成低价股了 一百块是低价 四千块 四千块比下去差好多 我们现在想看 AI股的部分 还是盘面上最重要的族群 我今天把高中低 来做一个比较 第一个就是高价股 我记得我们在前两集当中 我提到过高价股当中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微影 不管技术面或者是就鼓励的角度 它坦白是最好 而且它的筹码之前过这个位置 换言是它的上涨 它带领AI创新高 所以未来的AI股的涨跌指标 我还是认为是 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你上次讲就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涨了好大一段 因为它的位置来讲 我认为CP值是真的最高的 它如果不涨 其实它涨也蛮奇怪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广达 我之前也提到过 两百块钱的广达 它长期就是一个底部区 所以虽然不是最低 但是两百块你也发现 它隐约长期下来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底部区 现在来到两百五十块附近 坦白讲我认为说 两百五十块附近要 做一个换手整理动作 因为毕竟如果时间回归到 将近半年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两百五十块的广达 那时候也测试有一段时间 后来这正式失守 所以我认为说 这边要整理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才能做换手成功 一个月很久耶 这两天涨到两百五 我好不容易解套 我又要赶快出厂 那买到的人呢 他这边又涨上去 又被人家揪解套 所以我认为至少要一个月了 踩脚换手成功 那你有一个话号啦 目前已经半个月了 超过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那么久 再换个角度了 如果整理半个月的话 再整理半个月 月线也差不多来到 两百五十块 反正要放价了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说 看你是用中期还是短期的角度 来操作的部分 好 再来就是之前我提到 现在地价股的 一百块叫地价 好奇怪 当时在一百块附近 当时候我建议来 就因为我见准 我常讲的 它是一个散热里面当中 配息算是还蛮不错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 这家公司的前三季获利 已经超越去年的重启时间 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边来讲 你放的话 当时候的殖利率 大概算四%左右 一百块钱 这边大概整理将近 一季的时间 现在也大涨到 一百三 一百四左右 我认为下礼拜 可能它前波这边的高点压力 位置去 一三四点 我差不多 开始会有一些 这边高点差不多有一些压力 我认为 反正今天来讲的话 下礼拜一的时候 这边可能会考验 到市场上的一个 信心路的问 但是不管如何 这边一百块持有 原本希望它三%四%殖利率 现在已经不止了 不止三%四% 二三十%去了 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 类似这样一百块钱的 电子股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给大家做参考 好 有些公司 也算是大咖的 但是你遗忘已久 我在勾起你的回忆 好 那这边来讲 我觉得长价钱 你可以留意这些 这波如果没有买到这些 AI股的话 那我觉得这些 你可以参考 第一个呢 它位阶是相对低 第二个呢 类债券的百元的 概念股 那我觉得来讲的话 先前我讲的一些非电 都涨蛮多了 那我先来讲 电子股 尤其现在电子股又比较最有所谓的人气 那我觉得他未来有机会有价差 那当然 殖利率的部分就有息 包括哪些公司给大家做参考 包括像华兴科 美利 海运电 神机 茂逊 这些等等公司 你观看去年的前三季 跟同期间的前三季来比的话 大致上都是呈现一个成长的角度 那唯一比较衰退的话 当然就是美利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用现有的殖利率的获利来讲的话 他们大概都有3%4%以上的 这个是用去年的成绩来算 但是呢 他们的获利都比去年好 所以我认为这殖利率应该不止于这个 这个殖利率会更高 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就是你已经忘了 他两个月的时间 这叫华兴科 被动元件 看他好的理由 我觉得来讲的话有几个 第一个呢 社会5G的边海运算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AI的部分 其他的相关的电子元件 他也会受到一个所谓的受益 不过来讲我觉得是 现在业界估计 他第一季会是被动元件的景气谷底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谷底 现在的存货7.22 是在这样的时间当中 这几年当中 占比里面算是最低的 换言之 换言之 差不多按照业界预估来的话 第一季 因为这是到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如果没错的话 第四季或到第一季 应该库存应该消化更多 我们看他的盈利率的部分 盈利率逐渐 从原本负的1.4 到4.56 7.0 换言之 库存应该是新的差不多 加上这些的一个产品的需求 所以他毛利率已经开始跳的比较高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整个一个获利状况 他去年前三季赚了4.5左右 比去年同期大概4.4 差不多小幅成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去年配的鼓励的话 是2.4 发放率大概71%左右 大概算一算 我认为说今年应该有机会配到4.2 那么殖利率就多少 4%左右 4%左右 各位看一下他的净值 快100块的 是 快100块的话 净值快100块 净值98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一望一久的两个月了 好 各位发现 他其实又涨 但是已经回来了 又回来了 蓝色线叫什么 叫连线 蓝色线叫连线 各位知道呢 连线通常在多空市场上 大家就都这样 大家回连线就是应该很好买点位置去 但我发现市场上的想法 好像不是这么想 连线没有人买 然后这边买了一大堆 然后现在又拉回到连线过去 又没人买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在高档 不买在低档等 怕等太久 但是他回来了 这就跟步驢的风筝一样 风筝飞上去 现在又掉下来 所以我觉得回来来讲 如果按照市场上 算他的库存 我去这位置点来算的话 4% 4%的鼓励 如果有的话 搞不好像建筑那样子 也有机会赚到更大的一个价差 那另外一家公司就是美律 你也大概忘了两个月 它生产扬声器 那我最主要最近看它 我还是看它这个市场上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AI PIN AI PIN 是我们Eason买不到的商品 但你要知道 这个要讲的话 你一定那个麦克风 一定要要精准 否则他听错 这个我觉得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商机的部分 那我们突然发现到 它的营业率也一样 足迹在做成长 可以发现绿色这条线 足迹在做一个成长部分 那前商机EPS3.92比去年同期 大概率退两成三左右 那这两季当中 我抓他都有赚一块半左右 所以差不多去年应该可以赚到五块半左右 坦白讲这几年当中五块六块 当然没有像早期那时候赚的一个资格那么好 我超过十几块 不过你也发现 它过去营业率最差差不多就是3%左右 去年前商进行2.6% 换言之现在营业率老起来的话 应该这个3%就是它长期公司的 比较低的毛利的水准位置区 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们再回到看股利 加公司呢 各位看它的股利 坦白讲长期都配有一定的水准 重要是29年 29年配八股利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再算一算 它今年大概有机会配到4块钱 那么大概100块钱左右 也4%的股息殖利率 我们来看一下 股价跟刚刚的华欣客 也是一样 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发现 它这样涨上来呢 各位发现现在这个价位呢 跟之前的投信第一批买的 非常接近 投信蛮厉害 对差不多 那现在投信在高档 也基本上 它没有卖 它没什么卖 这边还算蛮高的 算套牢了 暂时套牢了 但是我觉得来讲 应该也不会大幅的做结马动作 因为股价已经来到 中期仅限位置区 而且这波的上涨完之后 修正1分之1 刚好差不多这个位置区 如果股息有殖利率4% 加上接下来 未来这个刚刚所讲 这些题材都有机会发酵 一样 这边没人买 然后高档一定要买一大堆 同样我觉得可以在这边 在过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边 适当做一个布局 应该是或许还是有机会 在年底之后 过完年之后还是有机会 获得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红包 非常谢谢中总 谢谢 所以中总每次帮我们挑股票 100元真的很有吸引力 因为现在100元 已经在台股里面 叫做中低价股了 可是他们当然一定有一个 基本的获利才能撑在这样的价位 中总刚刚有列出一些条件 事实上不是乱筛的 不是所有100元都会飙 很多的都是因为他们的盈益率 已经在往上走 而且连续配发股息 都没有间断很照顾股东 所以有一定的殖利率做支撑 大家看到连Meta都知道要发股息 来顾股价了 所以刚刚讲的选股逻辑 事实上您可以把你手上的股票清单 打开来看一看 如果符合的话 就可以当作一路报到 封关年后的好标的咯 好 广告回来 我们的股科大夫要来帮大家讲 四条龙 我刚刚跟他说 超级难备的 有飞龙在天 也有神龙百尾 还有另外两条龙 到底是什么呢 Eason告诉你 都在AI里面 任君座挑选 刚刚有讲到Meta这家公司 他其实很有趣 不止配发股息跟库藏股 他还要研发AI晶片 而且他手上有一大坨NVIDIA的晶片 他算是晶片大富翁 所以AI的趋势 我想在2024年或是龙年 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很多是创新高还在创新高 您真的追下来会觉得害怕 有没有还有那种漂亮的 还没有飞龙在天的可以让我们选呢 这边就要请教Eason了 今天是伪创的伪牙 你知道伪创伪牙是请来谁吗 张慧妹 张慧妹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 张慧妹三天三夜 希望从这个封关之后 再继续长三天三夜 就等于农历春节开红盘 至少长个三天三夜 连夜盘都长就对了 那龙年我们先来看一下 科技大厂的动作 那Meta今天早上盘后 股价大涨14% 那当然刚刚总统讲说 要配息而且要库长股 那重点是 他也要去自行研发晶片了 因为现在大家不得不买 挥达的晶片 大家都在做军备竞赛 你不买就是落后人家 那我们看到这个 AI晶片客制化的比率 会逐渐的提高 黄色这个部分 也就是来到2027年之后 将会接近三成 所有的科技大厂 都想要去开发自己 特殊使用这个晶片 像特斯拉开发这种 自动驾驶晶片 就跟其他可能不太一样 他有这种特殊的目的 那像Meta也是 他可能要去 去做一些这种广告 这种行销 还有要变脸 这等等特殊功能 因为他客户需要 那另外像Google 他也有这种 可能跟搜寻引擎 或者是地图相关的 这样子一个晶片 所以现在挥达出的 这种所谓是通用型的晶片 这一概而论 可是大家都在研发晶片的时候 黄金不知道挖到了没 但是卖铲子的先赚翻了 美超为今年年 已经涨了104% 涨幅超过一成 他也算 对中大型股了 他也不是这种小型股 超夸张 过去一年已经涨五倍 所以我们看 美股的这个趋势 就看得出来 到底科技股的 这个方向在哪里 美超为涨一倍了 今年以来 这个只是 今年以来一个月 不是一年 这是一个月 辉达涨30% AMD涨23% 这三个都是卖铲子的 那我们后续看一下 这整个AI的浪潮 会不会也把苹果再往上推 那广达的年终奖金 上看七个月 真的非常不错 观众朋友都非常羡慕 但是有AI加持 其实股价一样 可以赚年终 可以赚红包 我们从AI股票里面去选 那林玛丽也说要 蜕变成AI公司了 不一样了 直接变成AI公司了 是不是 对直接讲 不是他每隔几个礼拜 讲的话都快速进化中 对啊 订单就几乎都AI了 现在变成公司也AI了 对啊 真的非常厉害 股价也是台湾的 台湾之光 现在第四大全职股了 那今天晚上 伪创的这个伪牙 就请来阿妹了 那希望股价可以嗨起来 不要只嗨三天三夜 对 他一个三年也不错 第一个族群帮他选出 飞龙在天 龙年有这种持续强势的 飞龙在天股 当然就是股王IP 世新的部分 我们看股王的趋势 就看出来 整个科技产业方向在哪里 过去大力光是股王 那当然就代表着手机时代 可是现在呢 世新当股王当了好阵子 已经一下摸到4000块钱了 所以当然AI是在这个时代的 一个领头羊 那另外在M31的部分呢 也是受惠北美的这个 AI设计客户持续导入订单 那IP类股其实都会 享有比较高的这个本益比 那包括其实高价类股呢 可以发现越涨 他筹码会越来越干净 因为呢 散户最低档卖了 一般投资人卖了 中间可能投信也卖了 法人也卖了 外资也卖了 到最后剩下谁 只剩下大股东 不能够卖股的人 所以越往上涨高价股会 你会发现量越来越缩 不要觉得一定是价涨量增 就涨到那种很高价的 通常都会越来越量缩 筹码完全被锁住的一个状况 那资源的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来看线图 那伺服器的围影 刚刚钟总有讲了 他这个CP值蛮高的 那也是长期耕耘 云端的这个资料中心 所以其实这几档 飞龙在天 那在这个资源的部分 他这个很多样化的 物联网机工业项目 已经开始深归到28奈米 那包括其实前阵子 也并购了美国的IP厂 那也往先进制程去做布局 那包括联电也跟Intel合作 所以他不管是成熟制程 以及先进制程 现在单子慢慢都可以吃得到 那可以发现 他的大户占比持续做一个提高 对 大户其实没跑 你发现股价 大概450块下跌修正下来 可是大户还在厂内 那我们这个礼拜五过后 看一下这个礼拜的状况 大户的占比例到七成以上了 对 200张大户已经来到七成以上 那他的成交量 也在这个礼拜量缩拉回 快要告一段落 这两天已经开始有 这个放量的状况 那未来值得量能再次往上提升的话 那我觉得就已经会突破 这样子一个下跌状况 所以第一次回来到月线 他在400块这个位接 可以注意 大家如果你手边有看盘软体 你看一下 400块这边压了非常之久 压了大概快好几个月 可是就在这一根红棒 很明显的突破K 而且他也是带量 突破400 那大概两周多三周都没有压回来 所以现在又压回到这根红棒之内 我觉得风险只有这么一点点 可是往上空间也许是蛮大的 这样子一个赚培比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试试看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这个 这一个神龙百尾类的 第二条龙是神龙百尾 就是在兔年尾巴 其实兔尾 兔尾才开始飙起来的 那会不会一路神龙百尾到明年 小编特地帮你找不同的图 我好感动哦 他还要找出这个有尾巴在甩的 而且尾巴还这么长 会白尾的 小编真的太有才 好 好 那这个AI伺服器当然广达技嘉伪创 三档都是最后这一个月才开始串起来的 广达的这个跳空缺口稍微补了 技嘉最近这波强势持续在创高 今天还创高 那伪创的话呢 算中间的 伪创的这个缺口还没有补 但是我们当中我们等一下伪创 看出来一些这个猫腻在里面 好 所以广达啦 这个伪创啦 都伪牙起来的大咖啦 对 然后这个伪牙都讲得不错 那本益比其实现在都大概在20倍上下 就技嘉稍微高一点 那重点大户比例 好 广达是最高的 广达一直都是最集中的 一直都是最集中 那每超微都可以涨一倍 广达其实从今年以来 也大概涨差不多两成多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整个下半年的表现 那同伯基板 其实在年底的这个时间点 也是才串起来的 包括台光电呢 那过近期的新高 也受惠AI伺服器 还有这个高阶交换器的这个需求 持续的做一个成长 那可以看到同样的筹码是比较集中的 那日系外资甚至给到这个520块 然后在台药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来看线图 所以神龙百尾类的 最近这一个月才发动的 那就是在1月份呢 刚开始这个 第一个月份就有表现 不错的话呢 那我觉得其实一整年 你都可以注意到这个族群 因为大盘是大盘的一个代表 就好像台积电呢 1月份的这个法说非常不错 今年营收成长20% 那所以今年来说的话 台积电应该都是持续会受到 外资关爱的衍生 是 好 神龙百尾至少比较清明了 不像刚刚那些几千块的 对 那高价股 其实大家买零股 慢慢存也是可以的 也是一个方式 那伟创的话呢 伟牙即将登场 那这个压轴会不会 公司又再讲一些利多 或是这个语出惊人呢 大家期待一下 今天终于 尾盘收在120块了 之前120块都是 碰到一下掉下来 碰到一下掉下来 因为前面呢 有一个很密集的套牢区 大概在100块到120块 那今天算是收盘呢 第一次占上120 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一 以及在年后呢 持续注意一下 那包括他的湖口 还有新竹这个智慧园区的 都持续投入AI伺服器相关的产能 那重点在筹码的部分 我们看到呢 大户比例仍然在持续攀高 大户持股攀高就算了 而融资呢 越涨 它是越卖的 好跟之前 你上次来也有提过这个现象 可能要解套了 大家就跑了 对 我之前在伪创部分 本来底部还是有点担心他 因为在这一区的时候 他的融资是没有掉这么多的 他融资仍然是比较高的 是 那那个时候广达跟技嘉融资 是比较干净一些 可是涨上来之后 发现融资掉下来 这个位置已经是去年 11月来的新低了 所以显示大家可能 一有解套赶快就卖了 卖一卖这个筹码就变越来越干净了 所以我觉得后续仍然可以值得注意 这个缺口都没有来补 那通常这个样子都是会在走 第二波的这个几率是蛮大的 那再来 Eason的粉丝一点羡慕伪创 因为你有担心他 对 好 也是粉丝有这个问题 跟我提 问问题我还是会回答 会担心一下大家的操作状况 好 那台药的部分 那最近同模机板 也是刚开始串起来 那不管是这个AIPC AI伺服器 都会推升他的这个材料升级 那CCL的出货力道 会比较高一点 那另外也有这个CPU 这个交换器的光收发模组 普及 所以对这个PCB版的要求更高 同样的大户再做个进场 然后呢 这个阻力也在做个进场 阻力券上来做个进场 那只是股价呢 要注意这边形态上面暂时有这样子一个满足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对称嘛 对称然后这个位置 对称而且这边有一个高点在154一个常常上影线 对对称而且它是轨道的满足 同时然后这个满足区呢 这不要在这个地方强力做多了 稍微买一些可以 因为到这个地方如果出现转折的话 它可能稍微的拉回 或者是呢 这边以直接这个开高 或者是直接带量突破方式往上 所以这边就是转折 这边转折就容易 好比较不会盘在这里 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好稍微等它拉回一下 或者是呢 如果有可能就是农历年后 直接就出去也有可能 好它这个股性其实就很挑战一般散户的心境 因为创高之后 这个是一直连续黑 它常常都是这样 攻上去连续黑 只要连续黑就会有散户朋友说 他怎么了 他出事了什么的 那事实上后面又再上去了 后面又直吻 看这个过高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过高 所以大家要了解股性 还有对它的基本面要有信心 对往前面抄答案一下 看一下 好再来还有什么 好再来还有这个望夫成龙 望夫成龙这个 为什么是望夫成龙 不是望子成龙吗 乔峰跟那个郭靖 好像没有使出这一招降龙十八掌 但是我看那个 那个苏企儿有用出这一招 苏企儿 苏德哈尔灿 是 有用出这一招 反正就是应该是电影里面的一个一招 乔峰是悲剧啊 对不对 因为阿珠已经走了嘛 对所以他用不到 对 好 望子和望夫都可以 反正就希望他今年表现不错 那宏杰克文帽都是低档 整理完之后呢 那最近开始直稳了 那包括新市场的这个基础建设 以及手机WiFi7的这个渗透率要逐步提升 那在AI PC的部分呢 人保也是拉回修正 不过NB可能要稍微等的久一些些要 下半年才比较会有明显的换机槽 以及这个AI PC出货 加上Windows的更新版本也可能在下半年了 所以这些都是低档可以等看看 应该有机会的 所以望夫都是要等的啦 他不会马上改的啦 对望夫来就是要等很久 要等很久的意思 那潜荣物用就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要注意什么 潜荣物用就是好像这个万海啦台塑 因为农历年后货柜轮即将进入淡季 那他只有剩下鸿海这个利多而已 也没有其他什么比较明显的利多 万海比较重的比例都在亚洲航线 他跟鸿海也比较没有关系啦 所以航运类股里面的万海很明显比较弱一些些 那收获类股就是因为最近那个EFA关税的关系 另外也有呢终端需求还没有明显回稳 那这一类可能年前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年后也要稍微注意 等于这一卦是可能先不要碰他观望为宜 对先等他整理 那筹码安定之后呢再去考虑 好那在稳茂的部分 这股价已经拉回修正告一段落 那趋势开始走出来 那包括大户的调节呢 也告一段落了 那包括成交量也开始有这样价长量争的迹象 那PA的这个需求 应该有机会再做一个回升 只是这两天高通的法说 说库存好像没听得那么快 所以最近联发科也跟着拉回了 但我们看到PA的部分他没有拉回 他还是这样子一个持续稳在低档 所以已经在低档的这个地方的 可以望一下他 迟迟的看一下他有机会成龙了 那WiFi7的产品也会有这个机会渗透率提升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手机PA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这三档 稳帽 红杰科 全新 稳帽的这个形态跟筹码是比较漂亮的 是 我这个都等了久了 从几百块等下来 他现在再回档你也太狠了 这边其实有一波 之前有讲过一波 这边又回来 又来一次 我觉得又可以再找机会 慢慢等 所以的话 有的要等 有的我觉得这样比起来 好像神龙百尾的 会比较切众投资人的心情 对 龙年就是赶快摆尾一下 摇摆一下就上去了 好 就是希望大家在龙年可以顺利的从AI上面赚到钱 好 这边非常谢谢Eason 好 有时候跟来宾在讲话 会觉得我们的小编也是很用心 还帮忙找图 到后面有点江郎才进了 但也没有关系 因为重点就在前面 其实现在的台股 有一点强者很强的味道 因为刚刚中总也有说 资金在同一套 所以Eason也帮你挑出来了 飞龙在天的这些股票 虽然外资的目标价看起来都到了 但不排除会继续飞 如果胆子比较小的话 那当然也有这种所谓的神龙百尾的 白尾巴的他已经修正过了 有机会再继续往上攻 这会是一个比较中阶的选择 总之龙年不要忘记 AI应该会贯穿一整年 所以广告回来 最重要的就是外资到底在想什么 要交给我们的外资捕手 妇虏来解读咯 刚刚讲到资金只有一套 强者很强 风筝现在飞到哪儿 还是AI股 但也有别的族群 我们看大 做小 别担心 都有得买 好 这两年其实要观察外资 我觉得其实难度有一点点变高了 例如说最近有挪威主权基金 说跑来台股买公司 列出来的名单 比我们台股的主力还要厉害 全部都是标股 腰股都在上面 当然他一口气买了497档 所以扫到一些小型股 也很正常 但是这真的是外资吗 另外大家看到轴承的富士达涨到天上去了 但外资给他的报告超过800块 到底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就要来问我们的布鲁了 布鲁上次第一次上达人秀引起热烈的回响 然后大家帮你取外号 超多的 最多的是什么九窝王子 我觉得蛮棒的 但还是要跟外资有关系 所以叫你外资补守 虽然你守三垒 好 台积电的激情过后 外资似乎真的出现了回响潮 那你根据你独特的风筝投资数 发现他们的金流其实是在四个大族群 可是这四个族群好贵耶 到底该怎么判断 没错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台积电法说过后 外资是不是持续的买超吗 那当天是认错的第二大买超807 因为这根真的太大了 所以后面全部都被压缩的看不太见 但是其实是陆续有在买超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如果看外资的买超金额 一定要记得是金额 时日看过来的话 你看这一半可能都是AI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不过这个就是他们陆续买超的金额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外资的属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有些外资 我们都会觉得它是比较长线 投信比较短线 但其实外资基金真的是上千家 真的太多了 我们以前就算是 我知道在十年 我可能也就接触过上百家而已 上百家这也太多了吧 我数来数去可能十几家了不起 对投信可能在台国内就是几十家了不起 但外资真的很多 有短的也有很长的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是业内 我们会分成属性会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long only 就是它只做多而已 只做多 只做多 然后另一种是long short 所谓的多空它都做 又多又空 但是我们基本上会知道的是 只做多的占大部分的钱 就像这种共同基金 就是我们拿一般人的钱 主权 政府 退休 这些都是只做多的 如果是多空行 我们会看到这种 对冲 避险 比较迷一点的操作 对 这边的话我是建议 多空行 我们如果看到这种 什么借券啊 这种操作的 对 如果我们是散误 我们就一律不要理 不要理它 因为你绝对看不懂它们在干嘛 因为它们可能一手有多 一手有空 对 不是只有单边 它们的操作非常的华丽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 有种借券大增 对 你不知道理由 你就不要当作 因为它们有时候 不是因为看不好它的空 是 有时候就只是 它们为了要配置 对 所以我们只看这种 如果是它们只做多 它们的唯一做法 就是持续买进 这种是我们要看的 对 那这个看不懂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美剧 美剧哪一部 金钱战争 还是在打剧 它是在讲其中一家 当它的老板 来当它的主角的借记 过年没事的时候 可以来看一下 它们都在干什么 金钱游戏类的 真的很好看 没错 那再来的话 主权基金 我们要讲主权基金的 大家都要去看这个挪威 主权基金到底是谁 这个新闻我记得闹了蛮大的 对 北欧人 是真的挪威人吗 挪威人会认识这些公司 对 没有 就是感觉都不会 韩国 华城 药华药 没错 但我好好看这篇新闻的内文 我发觉参考度极低 这篇新闻参考度极低 还是挪威主权基金的参考性极低 新闻参考的极低 怎么说 对 因为你看它说 主权基金在台湾买进 我觉得它是写一个很大的 这个基金可能几十兆 但是你看台湾 基本上他们都是 外都是用MSCI来用 来看他们台湾要放多少钱 对 基本上台湾占比是1.6% 还有占比还可以 对 如果是新兴市场占比 可能是15% 所以这个钱买下来 没有这么大 就是有点虚惊异常 那再看一下 这一个名单 赵华觉得很奇妙 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 不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隐藏的主力名单 被放上来了吧 你不觉得吗 对 因为很多时候呢 这种主权基金 他们在台湾 他们不一定会自己做买卖 他们可能就是发代操 给台湾的投信 是 去让他们做买卖 所以据我所知啦 是台湾的一些外资基金 在做代操 是 那像 里面最近比较 比较标的提挡 就是有一些外资的 台湾的外资投信在买 是 可是这里面连很多 我觉得是正常的投信 都不敢买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超神的 对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看到这个主权基金 加码台湾就很兴奋啊 台积电 法说后 是一起加码吗 但这其实是去年的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 不会公布 现在正在发生的 我们每次看到 这种公布事情都是 至少去年 过去一季以上 所以绝对不要看到这个 就跑去 哇 我看来我要追什么 这样就要比较小心一点了 好 所以虽然是 可能真的主权基金 但是金额也许不大 然后再来是 透过国内有一些法人 帮忙带操 对对对 国内才会知道这些东西 神奇了 对 没错 好 再来我们就看到 十个交易后 外资增进一旦 真的是持续砸这些股票吗 好 那外资我刚刚讲说 他们会持续的买进吗 如果是做长线的 他们不像投信 买两三天就买完了 他们有时候真的买 我遇过最久的是那种 连买三个月的 连买三个月的外资 每天我就是买 这档股票的成交量的三分之一 连买三个月 我遇过这种的 对啊 你看这边 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把小编真的很厉害 我只是跟他说 大概放一个图给我 你这边看得出来 红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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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明显的就是 他们是有持续在做买进的 就是红的就是 持续买持续买持续买 所以确实有连续性的买盘 对对对对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金流这个成交金额的排行榜 为什么我们要看 成交金额排行榜 因为钱就在这边 那通常啦 我这边有统计 今天喔 前20名就占 台股的这边49% 一半的钱啊 前20名就占49%的钱 对 那一般的话 通常是占40到45 对 只要超过45的时候 通常就代表 市场比较热 超过45 而且集中在某一些族群上面 集中在某一些族群 我帮大家整理了 好 这些的族群 对 整理出来是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 还是一个样子啊 不是 我把它标出来 AI的 AI的 好 10个 对对对 这边有一些著名 AI AI 对 占9档 对 然后如果是IPIC设计相关的 就占4档 是 重电呢 我放个闪电 我特别挑个闪电 占2档 然后轴层比较算是手机附书型 还有镜头啊什么的 这种我放在这边 好 这边有图哦 大家自己放大来看 特别找了几个比较相关的图 是 所以它的分类 其实就在这几类里面而已 最主要就是这四类 并不分散 那如果我们要看 现在大家都关心过年后 通常过年后的话 很大机会就 还是会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大前他们是会持续做 同个方向的动作 是 可是这个金额 哇 都是几百块上千块的 对吧 你看AI都已经飞龙在天 刚才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然后IPIC就都蛮贵的 对 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找 如果是重电跟后面的 有没有比较相对的 我们现在还 比较有机会切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 好 折叠手机 那不就轴承吗 轴承对 折叠手机现在是 这几个月 这过去一季以来 真的是很夯啊 那昨天我们看到一个高盛有出一篇 高盛喔 富士达的报告 哇塞 喊到八百二十六块了 到底我们能不能相信他这个逻辑是 是不是会不会真的很贵 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这个报告啊 对 主要他在提的就是 折叠手机的市场 他在说渗透率越来越高了嘛 去之前是一点五趴 他觉得今年有机会一直往上走到两三四趴去 那基本上以前是因为折叠手机太贵了 一支是什么一百美元以上 然后现在已经产品的这些零组件开始变便宜 所以降下来 那现在比较有机会开始大家会愿意买 所以最近其实很夯嘛 轴承的个股 那再加上手机市场 大家期待他会持续的复苏 现在没有特别明显 但是大家市场有期待 当资金强的时候就够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看他怎么给本益比 他是用今年的第二季到明年第一季的EPS 他估30块 30块 他给了27倍 是 好像也不离谱 对 你也不会说很离谱 那你要说他也没有用明年或是后年的EPS给你去估 所以听起来好像还OK 对 可是要你真的要说 这里好像 就是200耶 涨到快600了 对 真的很难买 那我们就来看 既然折叠手机都这么好 总会有他的产业里面相对可能还没有涨那么多的 是 我们来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这三档 富士达 也只有三档 潮流星 对 只有三档 可是明显你看本益比 如果我们用今年预估的EPS去看的话 明显的照例相对来讲比较 比较便宜 是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是照例的话 他其实也涨不少了 他涨很多 因为他从比较低价涨上来 对 可是相比之下 他平价比较便宜 好 所以有时候不是只看涨幅 对 也要看平价 要看市场 期待他赚多少钱 是 那可以给出多少的平价 好 所以照例的话 前阵子你看这波休息的时候 其实轴承这波休息的时候 有很多的杂音 对 说什么华为明天要砍单 什么之类的 最近怎么好像就完全没有这一回事了 那我们再回来看的话 照例的话 他 我觉得值得看点 是他 他是在逆向加码 扩产中国的市场 是 中国照来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相对不好 对 所以代表中国在相关这个折叠手机方面的需求 应该说就是大家还愿意买 不然为什么 为什么他愿意扩敞 对 对一家公司要扩敞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 尤其在中国现在比较兵荒马乱的时候 对 然后再看到去年 他其实去年一片就已经 我看应该是税前就已经到8.7块了 是 12月 单月就赚了1块 我记得赵华之前在节目上有说过 对 那他光是做折叠机的周成就在那四成的营收 所以他是有真的受惠到这个题材 那我们就来看我们最喜欢的MACD的住住 住住现在怎么样了呢 我喜欢看周的 你看周的已经开始往上缩了 对耶 那周的往上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日线的地方去找切入的点 那例如说他现在已经靠近了之前的钱高了 钱高 那如果 我好像画了一点歪 还没过差一点点 对周的他有可能已经开始发动一个一周来计算的趋势 那如果我们这边他如果有拉回到五日线 我们或许就可以考虑去找一个切入点 又或者是突破后的拉回 看自己的个性是你比较是能直接追的人 还是你是喜欢买拉回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 那营收的部分其实也是 你看他也是这个黄柱柱的营收 他也是一路的往上走 图像画就看出来了 没错 视觉化对我们散户是最重要的 然后再来是中心点 这是重店的 重店我们来找一个相对比较买得下手的东西 因为重店的领头像是华晨 对华晨 去年涨幅第一名 今年继续创高 今年又创新高 已经到了 五百多块了吧 今年预估的三十几倍了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谁相对 有没有机会落后部长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说落后部长这个字 我懂 因为像中心店 明明他今年的EPS大家也看得很好 对 但部长就是部长 部长 我相信我们节目里也有说过就是 他的问题比较是 去年不是这个官司吗 就是云豹的装甲车案要赔钱 对 就算赔了 好像投信对他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敢向上 投信就 投信基本上是有规定 只要有碰到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能买 对 所以大家觉得那会不会没有资金 所以就比较相对的比较没兴趣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希望说 你看他既然他已经是这种订单 都是这么的稳健的 市场很喜欢这种 你已经确定这家公司可以赚多少钱 没错 他的资金会持续的流进来的 那再加上他2026年他也有这个新的题材 对他其实是照理来说应该要跟华城一起动 但他就被困在自己的一个一个泥沼里 所以如果是比较可以等的观众 我就觉得这边似乎你看最近他的州 州的MACD也是开始往上翻了 那或许他有没有机会做出一个追一下这个华城领投降的本益比的部分 光是你看四天这边19嘛 你光是追到这边其实就蛮有空间的了 那如果像你遇到了像华城富士达这样的状况 或是IP股市新KY一直往上涨或微影 你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点切入呢 如果散物朋友真的想学的话 真的想学的话 那我觉得也可以好好的去运用这种MACD 我是喜欢用在州的上涨的时候 州的时还在 州从绿翻红的时候往上涨 你在日线找拉回无日线的地方去做切入 就不能期待他跌太深 因为他是强势人 对对对 你就是用州的趋势去保护日的趋势的概念 好 这边非常谢谢布鲁 今天布鲁也帮我们上课 外资有分两种 我们最好是看那种一直做多一直做多 因为这样我们比较好判别 至于对冲基金拉币 写基金多空都做的 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出来他想做什么 就算你看到他在借券大卖出 也不代表他看空那一档股票 好一直做多一直做多的公司 他们现在看的都还在AI上面 布鲁有建议 如果你有一个操作的策略心法 事实上确实强者很强 可以参考MACD加上五日线 买强势股找切入点 但如果真的胆子很小 不好意思 时间换取空间 也有相类型相同的 位阶低的 但是需要慢慢的等一下 好 星期五的晚上 还剩下下个礼拜一一个封关日 所以我们今天策略什么的 利用六日来想清楚一下好不好 到底还不要动作 或是就抱着您手上的股票 好过年咯 那希望今天理财杂蓝秀 一样对您同志有帮助 我们下周再会了 拜拜